五代十国 五代唐宋之间却总是没有姓名 这段被忽略的时光 到底是历史的扭曲 还是皇帝的沦丧 大家好 我是史证探紫美0.7 脱根了两天 因为本期五代十国的盘叠 是我做视频以来最长的 也是整理难度最大的 想必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 不过紫美有终地说一句 这段群像历史实在太有意思了 人物关系之多之复杂 横观古镜 很多现在的名人也是他们的后代 不了解是损失啊 所以一定要看完 本期视频 我们以朝代和地图两个维度 带大家一起语顺五代十国这段历史 让名人不再是人民 而是定格在中华历史上的一颗颗心 长按三连键 五代十国盘点马上开始 五代十国是什么 五代是指907年唐朝灭亡后 依次更替的 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 即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而在唐末 五代 即宋出 中原地区之外 存在过许多歌剧政权 其中 前蜀 后蜀 杨吾 南唐 吴越 南楚 南汉 南平 北汉 等十个歌剧政权 被新五代史 及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 这五代十国的历史 盘根错节 我们以代 国为切分 逐一来看看 这个混乱的时代 后梁 篡位无法继承唐朝奖 唐末 有这样一个男子 他是大唐王朝的反串黑 是荒淫无道的乱伦霞 是著名的南沙皇帝 他就是梁太祖朱温 唐朝进入中后期之时 中央宦官专权 地方藩政割据 政治腐败 战争不断 农民起义此消彼长 877年 朱温加入皇朝起义军中 随皇朝南征北战 攻入长安 但败于唐朝 合中节度使 王重荣之手 顺柳的投降大唐 唐西宗收服朱温 如获至宝 自明朱泉忠 希望朱温 能肩负起 效忠复兴唐朝的重任 此后 朱温率军 在反击皇朝起义军的过程中 确实非常卖力 一路追击平定皇朝主力部队 被认为中书令 进封东平王 就在朱温左右横跳完的欢时 唐朝宫廷政变爆发 宦官集团 挟持唐朝宗至凤翔 宰相崔映 令朱温进京 西宫凤翔 击败了宦官集团背后的 靠山李茂真等军阀 也由此控制住了唐朝宗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一上 朱温立即进决为梁王 拆宫殿七堂皇 甚至连唐朝宗身边 200多个娱乐小跟班 都全部被坑杀 换成朱温手下 904年 更是派人直接进攻杀唐朝宗 私立唐埃帝 在白马义 将朝中文官清流 诛杀殆尽 907年 批迫唐埃帝上任 终结大唐帝国 改名朱晃 建立大梁 登上帝位后 朱温更加肆无忌惮 偿命儿媳妇 进攻服侍自己 以律领兵在外的儿子为乐 最终被反噬 四子朱有龟 发动公平政变 试杀朱温 结束了他枭雄的一生 朱有龟属实是硬核狠人 弑父杀兄继承皇位 之后 他试图通过金钱荣誉 收卖人心 不过 仅一年后 朱温第四子朱有珍 就联合一批老臣老将 发动政变 闯入宫境 逼死朱有龟 成功几位 即位后的局面更为复杂 晋王李存旭等三政诸侯 纷纷趁机反抗 内部极其混乱的后梁政权 日渐衰落 923年 李存旭率军直逼东京 后梁大乱 朱有珍自知王国在即 令手下将领 皇甫林杀死自己 避免落入李存旭手中受辱 朱有珍死后 东京开城投降 五代中的第一代 后梁灭亡 想国仅16年 一个接替统一王朝 却没有统一一天的后梁 也开启了华夏 七十多年的混乱史 后唐 姓李也无法继承唐朝奖 后唐开国皇帝李存旭 在消灭后梁之后 上演少数民族客串的 傅唐大戏 他的家族 本是西都爵沙陀部 祖父朱邪士兴 镇压庞勋兵变有功 被刺姓李 编入皇室 李存旭的父亲李克用 被封为晋王 任河东节度使 以太原为大本营 与朱温打了二十年的仗 那时候朱温还是唐朝臣子 但不耽误李克用 打起傅唐旗号 争夺中原霸权 908年 李克用死后 李存旭席封禁王 911年 在博襄大战之中 大败后梁 取得魏州 913年 攻破幽州 922年 驱逐进犯的契丹出境 923年 在魏州称帝 国号依然是唐 史称后唐 同年灭后梁 千都洛阳 925年 发兵灭掉后蜀 逼迫南方的吴越 楚 明 南平 等国称臣 这些都是识国范畴 之后我会挨个戏甲 此后 后唐失礼 达到巅峰 但是灭掉后梁之后 李存旭自以为 天下大局一定 开始专心享乐 亲信宦官和灵人 大肆聚敛 猜忌大臣 致使上下离心 人人自危 926年 赵再理在魏州返 后唐各地兵变四起 李存旭异地 李四元奉命平叛 但也被斜阔 加入了造反的队伍中 据记载 李四元并不是主动 想背叛李存旭 但在奸人作戏之下 只得起兵自保 郭从先发动兵变 射杀李存旭后 李四元进入洛阳监国 收拾混乱局面 是不是被胁迫 这个咱也不敢瞎说 反正李四元后来 摇身一变后唐皇帝 虽然李四元 背叛干哥哥的行为 有点寒碜 但是他确实是 五代皇帝中 少有的开明君主 铸就了短暂的小康时代 李四元 本是西突厥杀妥部人 年少时被李克用 收购养子 17岁时 拼死保护李克用 在作战中粗围 因此备受重用 926年正式即位 在位八年 整顿励志 减免赴税 削弱宦官 翻证实力 节省财政开治 后堂出现了复苏的景象 年古旅风 殷格海用 教育五代 粗围小康 但在五代的老毛病 继承问题上 还是出了岔子 李四元一直都没有立太子 但封次子李从荣 为秦王 并授予大人 因为一直没能确定 也已经不前了 想提前接班 发动谋反 结果被镇压斩杀 李四元眼见父子相残 悲痛莫名 病情加重 他召回了 在叶渡的宋王李从荷 继承皇位 不久驾崩 想年67岁 可惜李从荷 根基不深 朝中就没法解决 五将拥兵自动的问题 朝外 还有一帝李从科 这个大难题 李从科小时候 被李四元俘虏 成为影子 后堂皇师 喜欢说干儿子这事 很添乱啊 李从科长大之后 人长得又帅 还一直以骁勇善战闻名 拥有不俗的兵力 因此李从科 即位后 开始削弱李从科的势力 解除他儿子的兵权 并调换他的驻地 结果反而引起 李从科的反叛 拉起清军侧大旗 杀到洛央 费义兄为王 李从科 仓皇猪袍 不久被杀 李从科登上皇位后不久 就撞上了 河东节度使 石进堂男主 二人本身都是 李四元手下 能打的猛将 一个做了皇帝 一个还在当节度使 石进堂否认 李从科继位的合法性 发动叛变 李从科的朝廷冠军组织评判 进展非常顺利 绝望中的石进堂 找到契丹 以割地称臣为代价 请契丹出兵 强大契丹的加入 瞬间扭转了战局 石进堂一路杀到洛阳 937年 登基才一年的李从科 带着传国玉玺 和自己的母亲 妻子 儿子 登上玄武楼后 自焚而死 这也是华夏统治权 其下物消失 比较正统的一种说法 轰轰烈烈的后堂 也仅仅想过13年 就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后镜 装不装而子都灭亡奖 后镜高祖石进堂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诚的姿态面对 给了契丹南下的借口 此时又有青州节度使杨汪远 勾结契丹造反 静苗全面开战 在前夕的几次契丹攻势下 后劲还能抵抗 石崇贵也是个深色拳马之徒 就开始飘了 纵情深色过上奢靡日子 还抢取石敬堂的妃子 自己的婶婶 对于边关战士的不住心血 致使契丹很快重新杀回来 947年 石崇贵手下大将纷纷投降 契丹直下京城 起初硬气的石崇贵 这回起降不成 被废地位并押往东北 耶律德光扮持汉族理智衣服 登上重元殿接受朝拜 召令改靖国为大辽国 后劲二世而亡 享国仅十年 石崇贵在北方日子里 优失了所有的尊严 女儿妃子也被霸占 在苦寒之地熬了26年后 于974年去世 结束了比干爹食辱100倍的生活 后劲靠庄儿子得到统治地位 说什么做什么都由不得自己 呃 没有影射现在国际局势的意思 后悍 五代最最最短命统治奖 后劲灭亡后 儿皇帝石敬堂的前保镖刘之远 于947年在后劲遗老 和一些藩政的拥戴下 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政权 刘之远 本是后唐民宗李四元部下的 一个普通小族 在几次战斗中 刘之远舍身保护 大将石敬堂的安危 成功打动十大将军 奏请将刘之远留在自己帐下 逐渐积累军功 成为石敬堂的心腹 后劲建立起来后 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 也就是石敬堂此前的官职 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 简直就像指定的一个后径接班人一样 而皇帝石敬堂死后 虽然石崇贵一直对他加官进爵 未知中书令 但是刘之远对于朝廷的命令 一直都是半推半就 后径被契丹灭掉之后 契丹人在中原的暴略统治 引起了汉人民族的强烈反抗 契丹慢慢也无心在中原地区 长期驻扎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原实力最强大的藩政刘之远 就走到了舞台中央 刘之远早就在石敬堂 割幽云石六周的决定不满 他竖起抗辽大旗 犒赏抗辽军民 仇死留在中原的契丹人 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随后发兵南下 占领开封洛阳 征服藩政完吉杜重威 成功平定的中原地区 然而就在一个新兴政权 建立起来没几个月 刘之远最爱的长子刘成逊 刚被立为太子就病死了 老来丧子的刘之远 遭死打击很快病重 刘成又继位后 立刻对威胁自己的藩政动手 平定的合中节度使李守珍 永兴节度使赵斯婉 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等多个藩政 但是等削藩政 削到后州太祖郭威头上时 麻烦来了 郭威手下的军队太能打 直接和朝廷对高 更是在950年 集聚军队直接围攻汴京 刘成又出城督战 回城时城门居然关了 不让他进来 逼得他只能出逃 最终被手下杀害 后汉就这样 想国不到三年 草草结尾 后州 纠战雀巢之雀讲 后州太祖郭威 自幼出身将门世家 然而命途多舛 年幼丧父 从小投入军中 在后堂庄宗李存旭的军中任职 屡立战功得以升迁 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 到950年任后汉天雄军节度使 兼疏密使 然而功高震主 刘成又下秘指 诛杀郭威 没想到消息被郭威劫 郭威扯起经典的清军策大旗 一路平推后汉冠军 那战斗力是真的强 攻入汉京 军还没被清册 策就把军杀了 郭威先是装模作样一番 请后汉太后出来听证 然后假传弃丹来袭 自己领兵北上抗敌 结果行至禅州时 郭威黄袍加身 转头回汉京登基 建立后州政权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当时郭威军州正有一人 名叫赵匡胤 他后来黄袍加身的戏码 其实是经典老番了 后州建立后 郭威颇有一番作为 隔除避震科法 减租税 畅节减 执政仅仅三年 饱受战乱的中原地区 竟然开始复苏 然而就在此时 郭威病重 他的子嗣 此前作为人质 被后汉皇帝刘成又杀干净了 看五代事故的历史 真的比电视剧还跌到起伏 比小说还前后呼应 郭威也选择了立义子这个办法 954年 令中原人民 看到生活希望的 后州太祖郭威去世 死后 他的义子 也是孤侄 柴蓉继位 柴蓉年幼时家道中落 被迫投靠姑母 这个姑母的丈夫 正是郭威 从小精明能干 长大成年后 随郭威征战四方 在郭威与后汉大战时 柴蓉领命 镇守叶都大本营 同管后方事务 为郭威的前线作战 做足了保障 954年 郭威去世之后 柴蓉遵遗兆 林前继位 高级位 由御驾清真 击退趁机进犯的北汉 延民军纪 充实中央禁军实力 政治上 求检纳言 选贤任能 严惩贪污 制定行统 整顿司法 经济上 停废赤额以外的寺院 严禁私度森尼 收购民间同气 国相的筑钱 招民根肯桃户荒田 搬军田图 军定河南等地 60州的租赋 此外 恢复草运 新修水利 修订立法 考证养乐 纠正科举弊端 搜求遗书 雕印五级 对外 甄罚后蜀 收秦 凤 承 揭 四周 三次清真南唐 得南唐 江淮十四周 959年 甚至北伐契丹 初诗仅仅43天 收负 营 墨 议 三周 以及瓦乔 逸金 于口 三关 然而 这北伐契丹之时 就在一个心盛强大的后周 即将一统天下之时 周世宗 柴蓉病倒 不久死去 在威仅仅六年 享年三十九岁 临死前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清点赵匡义 接任御前督检典一职 辅佐幼子 959年 年仅七岁的柴中训登基 胡太后临朝听政 祖少国仪 整个后周 威姬四府 登基半年后 传闻契丹 和北汉联合南下 掌管禁军的赵匡义 领兵北上抗敌 结果走到陈桥义兵变 赵匡义黄袍加身 回朝 逼迫工地善让 建立大宋 赵匡义 对自己前老板 唯一的愧疚和深情 就是留下一训 柴氏子孙 有罪不得上刑 不得连坐 纵使是牟利之罪 只于狱中赐死 柴宗训被葬为阵王 孤儿寡魔 被迁往黄州生活 曾经细世黄魔的后周 享国十年 就这么戛然而止 不过后周 对于中原的统一 功勋卓助 作为纠战雀朝里的雀 实在是令人惋惜 五月 五代十国常授奖 五代皇帝占据中原 与其并存的十国 各自为政 其中最能苟的 就是五月 自907年朱温篡堂 册封前流 为五月王建国 到978年辣土归宋 立国72年 比五代加起来的时间都长 五月国土范围 大致在现在的苏南 浙江 及福建北部一带 包括现在姿美 打工的上海 五月长期以来 偏安江南一遇 所有中原王朝 自身正统的 他都认 江浙人民那时候就聪明 稳定内部搞发展 出生在杭州的 五月太祖前流 自幼贫寒 长大后 以贩卖私盐为生 要知道 在唐末贩卖私盐的 那都是狠人 24岁时开始从军 效率于藩镇将领 董昌旗下 唐末龙民起义爆发 前流在镇压 江南起义军的过程中 屡立战功 甚至出谋划策 阻止了皇朝军队 南下攻杭州 一路升迁为 郑海军节度使 润州刺史 895年 老上司董昌臣帝 前流领旨 击败老上司 成功控制两者 成为地方重要藩镇 907年 后梁建立后 策封前流为五月王 前流不顾城下一片反对 欣然接受 并从这开始 一路任中原王朝做大哥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占住了中原 你就是我大哥 923年 被策封为五月国王 正式建立起五月国 在位期间 常年以新修水利 安定边界为核心 大力发展经济 还定下了著名的前世家训 一直到今天 在文化伦理道德上 都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顺便说一句 五月这个前世 就是钱学森先生的前世 932年 前流以81岁的高龄去世 前流死后 一路跟随作战的 妻儿子前元冠 得以受诸位兄弟 和文成武将的推举 932年继位五月王 对外持续任中原大哥正统 过着安静日子 结果在941年7月 王宫着的大火 几乎烧得一干二净 前元冠因此受大惊 一并不起 4年就因此去世 前元冠去世后 第六个儿子前左 得以继承王位 即位时才13岁 主少国一 一开始的朝廷政治 被全城把控 但身负智慧基因 长大站稳脚跟后 立即铲除奸臣 施行人政 援助被南唐入境的邻居敏国 前左从小就酷爱读书 性格温文尔雅 写的一首好诗 不过20岁英年早逝 此时儿子仅5岁 想到小时候的经历 甚至主少国一的苦楚 前左传位给弟弟前宗 延续五月活作 格局就展开了 然而前宗即位后 内雅统军使胡敬斯 以拥立之功傲慢交纵 前宗与臣子密谋 计划除掉胡敬斯 但却犹豫不决 纠结的时候消息泄露 胡敬斯先发制人 软禁前宗 对外宣称 前宗突然中风 无法处理国阵 前宗实际上 是在位9个月 软禁近30年 就在前宗被软禁之时 胡敬斯扶持了 他的弟弟前宿即位 胡敬斯多次建议 处死哥哥前宗都被拒绝 并且前处 派人把哥哥密切保护起来 只诛杀了当时泄密的 内雅指挥使和陈迅 再为30多年 专注内省发展 开墾荒地 减免赴税 新修水利 受到江南百姓一致好评 对外 反正任 换来换去的中原武战 当大哥 宋朝建立十多年后 一直到宋太宗 太平新国年间 被迫前往汴京 被扣留 为了保护 胡敬经营多年的土地和人民 自现将土与宋 五月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前处 也在60岁大寿时 和朝廷派的使者 熬夜喝酒 当晚暴足 杨吾 十国第一人荣誉将 杨吾 因为建立者是杨行蜜 所以称杨吾 幼年丧父的杨行蜜 天生神力 先入农民军 再入官军 到边疆服役 边疆服役期满后 攻下卢州老家 随后 被无力处理 藩政问题的唐朝承认 封为卢州刺史 经过与五月前流 等江淮藩政军 把了多次战争 逐渐站稳脚跟 成功割据江淮 902年 被加封为吴王 唐朝灭亡之后 抵挡住后梁朱温 南下的脚步 使得南方分散割据 和北方中原王朝 对立并存的局面形成 有十国第一人之遇 905年 在唐朝灭亡前两年去世 杨吾鼎盛时期 国土范围包括江西全省 湖北东部 安徽 江苏 淮河以南部分 杨吾共立四主 直到最后一任君主 杨浦继位 才正式称帝 杨吾末代皇帝杨浦 是杨行密第四个儿子 追逝杨行密为太祖 哥哥杨沃为吴业祖 杨龙衍为吴高祖 920年 吴高祖杨龙衍死时 把握权力中心的权臣 南唐建立着李辩的杨父 当朝宰相徐翁 历年计较杨浦继位 杨浦927年称帝 这一年徐翁也死去 所以杨浦 从徐翁傀儡 变成了徐翁一子 南唐建立着李辩的傀儡 937年 再为十年的杨浦 被迫善让地位给李辩 杨浦政权正式灭亡 杨浦本人也于四年死去 南唐 十国版图最大价 937年 还叫徐之高的李辩 受善称帝 改国号为齐 此年 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恢复理性 改国号为唐 唐朝皇帝 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 这帮人太可恶了 天天蹭热度 李辩小时候父亲 在战乱中失踪 母亲也死去 被吴太祖杨行密 收为养子 之后 转给部将徐温做养子 并改名为徐之高 他对徐温极其孝顺 颇受干爹赏识 也因此进入官场 一路升迁 918年 徐温的儿子徐之逊 被叛将杀害 李辩迅速评判 为自己在朝中地位 打下根基 在927年 徐温死去后 独揽朝政 被封为上父 太师 大丞相 大元帅 为日后篡位 做主准备后 937年 李辩建立大旗 939年 徐之高恢复理性 改名为辩 自称是唐宪宗之子 建王李克的四十岁 又改独号为唐 使身南唐 李辩晚年俗用丹药中毒 943年 背上身疮 恶化冰士 他的儿子李景 是五代十国中 少有的长子顺利继位 继位后不久 发兵向东南 灭掉敏国 再一路向西 灭掉南处 使得南唐的地理面积 扩张到最大时期 可这时候 北方中原王朝 换成了厚州 厚州一路南进 南唐大败 被迫割地生成 李景去掉地号 改称国主 使用周世宗年号 但是也没想到 厚州并太短 都还没能熬过李景 960年 赵匡应城桥兵变 四年 李景病逝 传给了五代十国中 最出名的皇帝李玉 值得一提的是 李景本身 文化素量也极高 小龙吹彻欲生寒 这一千古名剧 就是出自他手 他儿子李玉 打小就是一颗文人世子之心 身在皇家不关心政治 寄行山水与佛法 大哥太子李鸿祭死后 皇位顺给他了 961年登记后 面对老爸都搞不定的 厚州升级版北宋 李玉就更是无可奈何 对宋朝敬孝尽忠 可怜仇上家仇 只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971年 李玉实相地去掉南唐国号 称江南国主 将自己宫中仪仗礼仪 全部降级 但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974年开始 北宋大举功南唐 4年12月逼至金陵 李玉献成投降 投降后受尽侮辱 被封为伪命侯 到汴京两年后 就克死他乡 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江南 前蜀 无赖觉醒称帝甲 前蜀开国皇帝王剑 年轻时是个无赖之徒 以杀牛偷女 贩卖四言为事 被乡人称为贼王吧 被抓进监狱 加入唐军后 一路与皇朝起一军作战立功 深受唐西宗喜爱 封王剑 做了禁军神策军的头领 后被封到四川做藩镇 经过多年 川内藩镇混战 逐渐控制整个四川 903年被封为蜀王 四年后诸温篡堂 王剑不承认后梁的正统性 为大唐痛哭三日后 自己称帝建立大蜀 鼎盛时期 占据四川大部 甘肃东南部 陕西南部 湖北西部 和原本无赖之徒 目不时兵身份相反的是 王剑在位期间 历经徒治 重视龙丧 与民休息 蜀中天府之国的景象 开始复苏 918年并重去世 享年72岁 王衍作为王剑最小的儿子 因为母亲受宠 得以被立为太子 然而他和老爹 完全没得比 天天过着荒淫无道 纸醉金迷的生活 政治上 把正式全部交给皇冠 和他的玩伴处理 贪腐之风盛行 完全置国家大事于不顾 925年 后唐攻打 已经如同朽木的前蜀 王衍自负投降 在前往洛阳的途中 被李存旭派人杀害 年仅28岁 前蜀灭亡 享国18年 后蜀 李玉同款体验奖 前蜀灭亡后 孟之祥被后唐派往成都 任西川节度时 加封蜀王 后唐庄东李存旭 在位期间还服从朝廷 李存旭一死 对中央命令的执行 就开始缺金少两 蒙生反叛之心 930年 东川节度时 董昌起兵叛乱 孟之祥也为之响应 并顺势吞并东川 933年 后唐民宗李四元驾崩 孟之祥趁机 于第二年建立后蜀 不过 仅仅做了七个月皇帝就病逝 后蜀末代皇帝孟朝 作为皇太子继位 继位不久 铲除朝廷中的前朝全臣 得以牢牢把控政局 趁着中原王朝 后期后汉时期的混乱局势 扩充领土 发展经济 蜀中社会稳定 鼎盛时期将域范围 大致包括四川大部 甘肃东南部 陕西西南部 湖北西部 但在后周北宋相继建立 统一大势之下 后蜀逐渐难以抵挡 964年 在宋军猛攻之下投降 被封为秦国公 比李玉还高一个级别 但第二年就去世的命运 还是极其相似的 盘点到五代十国才发现 宋朝不是战斗立场 实在是臣也萧和 败也萧和 自行阉割的结果 敏国 一国两家质奖 敏国的王家 发迹于唐末隆一大起义 唐末受封截度时 补一执剑各部 王延军 趁中原大乱登基称帝 此后 经过一阵宗室内乱 944年 敏国被臣子朱文静夺取 并去帝号 国土面积 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福建 945年 敏国内乱 南唐乘势南下攻灭 这还是李玉的爹地消灭的 和他没啥关系哈 自王审之被封为敏王开始 享国36年 南汉 残酷暴行复活奖 南汉高祖流眼 主张因海商贸易 从河南 扎根到岭南地区 逐渐走入岭南官场 一直以来 也是支持五代中原王朝为镇朔 后梁篡堂后 流眼的哥哥刘颖 被封为青海 近海养政节度使 911年 刘颖去世 弟弟刘颖 继承了所有职位 更被加封为南海王 趁着中原大乱 刘颖慢慢消灭了 岭南地区其他歌剧势力 于917年登基 建立大岳 次年更名为大汉 史称南汉 在位期间残暴不堪 靠着海商贸易的大量收入 让自己过着重奢己欲的生活 对不满意的臣民 复活了灌鼻 割舌 肢解 跨屁 炮制 通真等酷刑 942年 54岁的刘颜去世 刘颜死后 第三个儿子刘颖几位 弟弟晋王李红西辅政 几位后 焦痕奢侈 不问正事 几位第二年 晋王李红西找来一群大力士 吸引刘颖前来为官 并把他灌醉 刘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在酒醉中被弟弟杀害 晋王刘红西在杀害哥哥后 改名刘盛登基 因为这个黑历史 刘盛专门用严刑剧法 统治下名 多诛杀旧臣 以及自己的兄弟侄子 将侄女收入后宫 数年之间 刘家被他差不多杀进 其荒野无道的行为 比父亲哥哥还要恶劣 重用宦官 宫女为政 自己贪图享乐 天天喝个大醉 于958年去世 南汉皇帝的荒野无道 好像是遗传 刘盛长子刘昌吉为后 学父亲 把政事都交给宦官宫女处理 自己贪图享乐 为了保证自己不戴绿帽子 宦官之外的男性 一概不信任 想在朝廷做官 那就先把自己淹了 整个南汉一烂到底 971年 北宋开始收拾南汉 刘昌想要入海逃亡不成 投降被捉回汴京 北宋对十国君主的待遇大体一致 刘昌被封恩赦猴 不同的是 他居然一直苟活到980年才去世 南楚 十国没撑地讲 南楚建立人马英 是原潭州四时 武安军节度时 在混乱的唐末 逐渐消灭各湖南地区 翻证军阀 统一湖南 907年唐朝灭亡后 马英被朱翁分为楚王 927年 后唐封他为南楚国王 鼎盛时期国土面积 包括湖南全境 和广西大部 贵州东部 和广东北部 951年 南唐趁南楚宗室内乱 直逼长沙 灭亡南楚 别多想 消灭南楚的 还是李玉的爹地 跟李玉没啥关系 自马英授封 从楚王开始计算 享国44年 历任国君 皆未称帝 南平 十国版图最小奖 南平是五代十国中 最小的政权 仅占据今天湖北江陵 公安一带 后梁篡堂后 高继新被封为 京南节度时 趁着中原大乱 割据一方 924年 被后堂封为南平王 建立南平政权 虽然小 但是比中原王朝 却稳定很多 直到963年 面对北宋压力 才大帝归降 享国39年 南平全城 无人称帝 北汉最后被消灭奖 北汉是十国中 建立最晚 灭亡也最晚的政权 北汉始祖刘崇 原本是后汉高祖 刘志愿的弟弟 951年 建国三年的后汉 被后州灭了之后 他在太原 继续打起后汉大旗 因为控制地盘 实在太小 实力太弱 启动任爸爸技能 与契丹 结为父子之国 954年 趁着郭威去世 联合契丹南下 进攻后州 结果被柴蓉 在高平击败 回到太原后 愤懑而死 刘崇去世后 妻子刘军 被辽策封继位 刘军是个文化皇帝 勤政爱民 礼敬世人 减少用兵 安稳国内环境 对辽国也尽量提高姿态 找回尊严 968年 宋军押近 43岁的刘军去世 死后 他的外甥兼养子 刘基恩继位 对 又是五代十国传位标配 刘基恩继位后 立即成为全城郭武维的傀儡 刘基恩设下鸿门宴 准备诛杀郭武维 结果被反杀 仅仅做了60天皇帝 一个养子倒下了 还有别的亲戚 北汉末代皇帝 也是五代十国 最后一个皇帝刘继元 他也是刘军的外甥 被全城郭武维助力登基 登基后 修复和契丹的关系 一起对付 是要统一的北宋 为人残忍世杀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杀死敌母郭皇后 及刘崇其他诛子 宋太祖御驾亲征北汉 被北汉契丹联军打退 宋太宗在统一完南方后 又来亲征北汉 这一次北汉就抵挡不住了 979年 刘继元投降 北宋终于灭掉了 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北汉 完成了中原来相对统一 彻底结束了 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讲完了 这么多皇帝和国王 不知道大家听乱了没有 常言到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但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分是间隙 合才是主体 我们的土地和文化 是有种聚合的魔力 毕竟刚刚出场了这么多人物 和他们的养子 也才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相比于我们的历史并不长 所以统一是迟早的 或早或晚 因为统一就是我们的气质 骨子里这玩意儿改不了 下一期讲到的朝代 特别能体现这个气质 就是隋唐 不提点赞到多少了 大家都看到这儿了 珍爱无遗 非常感谢 我是新人UP主持人探自美007 下一期 我们接着聊历史的真相